作词 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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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一下13 通常我们要开始一个单元 都会把那个单元的来源 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那么我们开始要讲13 生命的元炁 那么那个 这个 這個影片並不是從Discovery 而是從另外一個叫NOVA NOVA就是那個超級新興那個意思 NOVA Supernova 那麼NOVA的那個是一個公共電視 非常棒 那麼他們在20世紀結束的時候呢 那麼就出了一系列的叫做Century of Discoveries 就是世紀大發現 那麼這題節目真的是不錯 那麼他們把20世紀重要的那個發現 全部把它集合在一起 那其中有一句我把它拿過來當教材 那麼這是我們的Origin of Life 就是生命的緣起到底在哪裡 那麼這一個影片呢 這是其中的螢幕啦 那麼就是說生命的 地球生命可能緣起 緣起於45億年前的地球的那個 那整個那個熱湯裡面 那麼各位回想一下 那麼宇宙假如真的發生於 那麼一小點 然後Big Bang出來 然後經過組合 那麼這整個過程 老實講 真的是蠻令人著迷的 那我們現在就慢慢看下去 那麼這整個生命緣起 各位剛剛看的就是20世紀的大發現之一 那老實講這些發現真的是完全否定了以前的很多想法 那從今天的課程還有以後的課程再來的課程呢 我比較擔心的就是 我比較擔心的就是 尤其有宗教信仰的同學 譬如說那個創造物還有我們的演化 那怎麼辦 那譬如說 基督教的同學 那我平常的勸告是 你上課就來聽就相信演化論 上教堂你就相信上帝 那你說老實講你怎麼可以這樣相約呢 可能你聯繫再大一點的話 你就知道我們相約 的確科學是科學 但是人類的意識問題 到現在科學還是沒辦法 真正解釋很多事情 那這並不意味著我相信上帝 而是我相信人類還是有很多不知道的東西 在人真正了解它是什麼原因之前 你可以先 去相信你的事情 那我認為並不見得是很互相準備備的 好 那我們就把那個 剛剛 剛剛 我們先看一下 然後再跟各位討論 那麼各位有沒有看到 剛剛的這個影片裡面 那麼這些組成生命的這些物質呢 居然可以在 可以在那個使館中 把使館中 那個 重建 那麼 想像原始地球的環境中呢 那個什麼 不可能有生物 但是呢 沖滿了很多很多很多小分子 那 這些小分子 像水啦 這邊就弄個水在這裡 安安 管內等等 還有呢 能量非常非常高 等一下各位 我們等一下這邊會有動畫 各位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先看下去 那麼米勒 米勒博士 他就在這個史巴斯 這個他當時所用的那個 那個實驗的 影片裡面他弄那個是後來再做的 然後他在那邊敲啊 各位做實驗槍不要這樣做 那太危險了 所以那個 那個什麼 他 影片裡面只是重新再建一個給他看 那 的確是這個樣子 那麼 他在裡面幹什麼呢 他在這個 這個廳子裡面 放一些基本的東西 像水啊 鞍啊 管 管內 所謂管內就是瓦斯 所以每天早上那個 肩帶弄個瓦斯 那 那些基本的東西呢 放在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玻璃器裡面 然後煮啊 加電啊 加能量啊 隔一陣子居然發現有什麼 有氨基酸出現 氨基酸 那麼 這個 這老實講 這有點 有點那個 在當 在那時候 真的是相當 令人震驚 就是 有氨基酸 那這些 簡單的 有基物質 那真的是蠻簡單的 那 就可以這樣 製造出 氨基酸 各位想知道氨基酸是什麼 氨基酸是組成 各位身上 蛋白質的 單位 那麼除了氨基酸之外 還有一個可怕的東西 就是 鹼基 什麼叫鹼基呢 鹼基 就是組成你的 身上的DNA的 密碼 的單位 ATCG等等 這我們 我們會再講 那麼 尤其是 他發現一件事實 我後來 就去找了 發現一件事實 就是 他 他比較 做出來比較多的氨基酸 都是早期生物 的蛋白質裡面 含比較多的 也就是平行 這件事情 很近視 這件事情 也是很令人 驚訝的 但是 假如的確能夠這樣子 產生這些 簡單的氨基酸 跟核肝酸 那麼 就可以 就可以 有可能 衍生出生命 好 那有關於這個 如何一個氨基酸 核肝酸 衍生成生命 我會在最後 我不是說我們把這四個蛋白講完 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紹一個 一些比較 本科的東西 那我在那邊 可以跟大家講一個生命的故事 到底生命是什麼樣子 產生出來的 那 右邊這張圖是 很可能 這張圖最重要的是 呈現這個 這個可能的事實就是 也許 由一個 哪一個地方 這樣子 衍生出來呢 然後產生 各種的生物 那麼 人類 動物 植物 是屬於 真核生物 真核細胞 細菌呢 是屬於原核細胞 那麼 再說幾十年前 我們只知道 有真核細胞 跟原核細胞 這個的話 真核細胞跟原核細胞 我們在那個 下學期的課程會講 我們現在一開始 就是真核細胞 原核細胞 真核細胞就比較高等 講高等有點 不好意思 或者是有點 有點心虛 我真的是 不曉得 人類真的是不是 比細菌高等 那麼 細菌呢 就比較原始 那到了幾十年前 突然發現 這兩個之間 還有一個叫 古生菌 那麼古生菌呢 非常有趣 各位剛剛不是在電影裡面看到 有那個從在海裡 蹦蹦蹦冒出來了嗎 齁 還有呢 各位不是常到地獄谷去烤蛋 欸 那個叫什麼蛋 溫泉蛋 煮溫泉蛋 有沒有煮過 齁 那溫泉蛋 溫泉蛋 溫泉蛋 溫度實在是很高 對不起 在溫泉裡面居然有 有生物 它可以耐很高的熱量 然後它的熱量的來源 就是這些 地心的這些 能量啊 甚至含牛的東西 這些 各位曉得地心 還有那個 溫泉都很熱 它採用那些熱 那麼這些 我們可以還叫古生 不是吧 好像很久以前 生長在地球上 然後現在並不是不見 而是現在是 侷限在溫泉 侷限在海底火山 侷限在什麼生 生地底的生洞裡面 很熱 然後那個又沒有什麼 沒有陽光 但是有能量 那麼現在 大家認為 假如要把生物分成三類 那麼就是 真和 原和 戲劇性原和 那麼 還有古生菌 那 相信 相信 我們整個地球上的生物 這樣給花過來 那麼 假設真的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 作為一個這個 好 那我們現在看一段 這邊一個簡單的一個 哇 聲音總沒有 我發現那個什麼 這台電腦好像沒有某一個 某一個聲音的管道 不過沒關係大家看一下就好了 那是應該勉強可以看得到 這是另外一個影片的 我是覺得蠻不錯的 它這個動畫做得蠻好的 就是 模擬那個地球當時 剛生 剛形成的那時候的狀況 那麼 生命中 地球中 有很多這樣子的 這些磚塊 可以構築生命的基本 好 OK 好 那我們先看下去 那 影片的第二段 就是說 生命的物質也可能來自地心或太空 那麼 各位 有看到 那個非常有趣 就是 到地 到海底下 尤其是地殼的裂縫地方 充滿了能量 能量和化學物質 那麼 老實講 這個倒是比較像地球早期的環境 那這種地方呢 可能會引領很多生命 那我不曉得各位 我常看那個科學節目 最近常常有科學家 跑到地底很 地下很深的 對不對 或者海底很深的 或者是到那種暗如天日的那個 欸我看到真的是很有趣喔 有一對科學家跑到很 那個很底下 很底下一個洞裡面去 沒有 沒有那個任何的光線 只有那裡的螃蟹都是白色的 各位有沒有看過 然後還有花螢光 還有花螢光 然後 在那邊都發現 非常多的新的物種 新的物種 為什麼 因為 那些從來是我們沒有看過的 OK 那麼 也有人說 欸 生命的 生命會不會是從外太空來的 那麼他就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外太空的這些影響 對我們來講 其實可能影響沒有更大 當然影響最大的就是說 有一個叫太空破種說 什麼叫太空破種說呢 就是我們人類事實上是外太空來的 不過我覺得這個沒有解決問題 那外太空那個種到底哪來的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還是比較相信說 地球就是原原原本本 生命都在地球裡面發生 演進這樣出來 而不是從外太空進來 那至於是上上利用七天造成的 那另外再講 那麼這個 這個 這個影片裡面非常有趣 他還舉了一件事情說 影響人類實在太大了 就是恐龍的滅絕 那麼恐龍之所以會滅絕 是因為 欸 這件事情已經是證實了 就是有個很大的運時呢 打到那個 墨西哥 尤加敦半島 墨西哥尤加敦半島 在這裡 尤加敦半島 然後那個 那火山口 不應該外面火山口 應該是衝擊了這個 衝擊了口 那麼 事實上後來也被發現 是在這附近 那麼 這個問題 這個影響有多大呢 因為 因為 那時候哺乳類 真的是很弱勢 那麼 假如沒有把那個什麼 我們就把恐龍滅絕的話 那麼 布魯雷可能出不來 出不來 讓我回答一下 那上次也會從 我就 我那個上課的時候 不發奇想 就說 認為就是說 欸 這個會不會剛好在那個什麼 那個 大雨石掉到美洲 墨西哥這裡的時候 把恐龍殺掉了 那麼 在地球的力裡面 可能剛好人類在那裡說 沒有受到損傷 那 有一位同學不錯 他就說 欸 那時候可能地球不是這個樣子 那麼 那時候地球呢 很可能還是一整塊 那我就回去找網頁 真的是很不錯 就是 現在網頁真的是很方便 那麼 這是 剛開始地球 剛開始的時候 差不多是一個水世界 那麼 那 等到侏羅紀 這差不多 early 這時候的恐龍正盛行的時候 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各位看一下 美洲在這裡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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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距離不是很 就是很遠 但是 在那個 KD boundary 就是 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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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到這裡的時候呢 那麼 是有點距離 那 雖然 雖然 這種 projection 這種透視圖 不能代表真正的 那個 距離 不能代表真正的距離 一陣子 所以 一時撞擊的時候 其實已經隔離陣子 那當然你說隔越遠越 是沒錯啦 那麼 這種地理的這種隔離 真的會有影響 各位小朋友 澳洲 澳洲一直都隔離 對不對 欸 各位有沒有去過澳洲 我去澳洲 一個最大的印象就是 怎麼真的之我都沒看過 齁 一大堆奇迪怪怪 之我沒看過 然後白人剛到澳洲去看到 有一種東西會跳跳跳跳 然後裡面會有一隻小包的消息 小老鼠 跳出來就嚇一大跳 原來他大陣子 那麼 也就是說 地理的隔離 真的會造成 某些 物種上的 隔離 那麼 我不會來說 我的想法是 正確不正確啦 但是 是有一點距離啦 好 各位想不想知道 預測幾百萬年以後 那麼 是整個地 GQ World 就是250萬年 250 Million Million 百萬七萬億 兩億 這要多少 Anyway 這很久以後 那麼最後可能 又會解釋一萬 不過在想 我們地球亂 人生當亂的時候 那個 可能就 就給自己搞渣了 就是 那個 北極已經沒有冰 等等 所以 這是我收集的 上次 上次 有位同學問的 就是 我覺得不錯 真的是 是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麼 給大家做參考 OK 那這是補充的部分 我覺得實驗 你們會說 做實驗有什麼愉快的地方 有個愉快的地方 就是說 我預測什麼東西 然後呢 真的得到證實 像 艾斯坦為什麼那麼偉大呢 他在那個 瑞士專利局的 那個 辦公室裡面 不好好去審專利 他那想像對論 很顯然就是 不過 不過 大概就算了 但是太偉大了 他在辦公室裡面 想像對論來 居然 居然 都可以用實驗去證實他 這個 這個各位講 有上過物語 那麼 我們 在 我的科學也可以這樣 我可以用預測 然後預測 應該是這樣 然後做實驗去證明他 那麼 米勒呢 預測 地球他開始可能是這樣 然後呢 我就做實驗去證明他 真的可以 用這樣的組成子 可以這樣子 去製造 組成生命的 單位分子 叫 艾斯坦 艾斯坦 像各位 你們身上 其實看得到的東西 上面都是胺基酸 像這個肉 這個狗拔 眼鏡慢慢不算 除了牙齒之外 牙齒不是蛋白質之外 幾乎全部是蛋白質 這些蛋白質 有什麼組成的呢 胺基酸 胺基酸 那麼胺基酸對生物有個重要性 就剛講 其實已經講 胺基酸可以 一個一個像接接接 接成什麼蛋白質 然後這個蛋白質呢 就會有功能 像各位剛剛可能 剛剛吃滿飯 吞到那個肚子裡面去 對不對 譬如說你吃牛排 那麼那個牛排 要水解 要不然 牛排就這樣排出來 什麼意思 血都不到 那誰幫你水解那牛排呢 蛋白質 我想喔 幾乎你身上的所有的功能 差不多都要牽涉到蛋白質 呼吸 要蛋白質 養 養 養 氧氣吸進去 對不對 誰去接這個養 誰去接這個養 是一種叫血紅 血紅素的蛋白質 血紅蛋白的蛋白質 然後把它送到肌肉去 所以蛋白質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那麼 你知道嗎 啊 如何正式火山爆發或殯食 人天災喔 那也想 跟 提出來跟大家做一個 算是 鼓勵吧 這些本來就是地球的正常活動 那 鷹鷹之聲 那一天到晚在那邊 產生那個地震 像那個硬體 賣鐵爆 硬體真的是蠻可憐 硬體從上個世紀 前世 好幾個世紀 就一天到晚在那邊 在那邊 在那邊 那個地震 而且有非常有名的地震 那整個島將滅掉 那最近最有名的大概就是 其實幾年 12月26號 記得太清楚了 那真的是 真的是很可怕 但是呢 不管再可怕 我覺得它就是地球的正常活動 那有些活動 基本上可以拯救哺乳類 不是說拯救哺乳類 可以把那個哺乳 把蠻蛆幹掉 然後就是讓哺乳類出來 天 天助 但你發現好了 以後可能也是同樣一種東西 來毀滅人類 人類要是被毀滅了 老實講說不會怎麼樣 認為這只是本來就是自然界 所以我上次也講了一個大力 有點大力不到的想法 各位還記得吧 我就說 定理絕種的動物 其實就讓它絕種吧 因為它會定理絕種 一定有它的道理 當然 也不是說去把蠻蛆幹不幹不幹 讓你全部絕種 這樣不行 它是自然的要絕種 像熊貓 它就只想吃竹子 它只吃竹子 其實它是偏食 極度偏食 極度偏食 所以 那有什麼道理 它竹子 竹子滅亡 它就要滅亡 它除了怎麼樣 突然有一種神貓 開始吃 吃道理 那它就要活下來 所以 那個 如果說真的 我是覺得 你要是盡視把它丟下來 其實沒什麼用 真的 所以 但是並不說 你一定要去滅絕一個人種 各位知道吧 除了希特勒在滅絕猶太人之外 剛開始二次大戰 剛開始 我不曉得你們知道這個事實嗎 有學歷史系的 蘇聯 蘇聯 那時候真的是很疼 他馬上就定分波蘭 他把波蘭所有的軍官 幾萬人 軍官 全部殺掉 各位知道這件事情吧 他想要 把波蘭整個精英王滅掉 為什麼呢 因為波蘭隔壁就是 蘇聯 那時候有 有階段 對不對 所以他還把他的那個 靈國的精英 全部殺掉 殺人 我告訴你 沒有用 沒有用 答案這意思 除了 你今天把他所有的人 全部殺掉 只要一兩個人留下來 他還是會 那你說 欸老師 還沒有把那個什麼 把那個成績六十分以下 留下來 六十分以上 先殺掉 那些六十分以下 先是笨蛋 這樣是永遠不會興盛 不會 這六十分 跟六十分的結婚 有時候 還是會產生九十分的那個 等數 各位沒聽過就是說 那個什麼 虎 雖然聽過虎不 無犬子 對不對 但是我們聽過更多的 怎麼樣 不孝子 不孝子 就不孝 基因為什麼公平的 嗯 像我們家四個小孩 只有我 很會化毒 我爸爸很會化毒 結果我妹妹就非常的高興 就說為什麼我們家 只有你們化毒 啊 沒有辦法 就是 那 我的意思 但是 你也不用擔心 你會化毒 你有其他的 你有其他的成績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些基因殺掉 是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那你拼命去 拼這些 低體絕種的生物 你沒有用的 它到最後還是要絕種 OK 欸 有關於這件事情 各位可以 你假如 不在乎 你可以寫那個報告 這就是 這就是很好的題目 你認為老師 這樣我們還是在建議我們 還是要拯救 跟你絕種的動物 把它躺在那個 罐子裡面 然後 神不神 那 你假如說得通 有同力 好 那你覺得地球上的生命是怎樣發生的呢 那我想 當然 就是米勒 認為 對 米勒這輩子後來他一直都在做這種自然 這種那個 那個 如何 由 無幾乎這樣產生生命 他做的還蠻多的 哦 啊 足不遠的話 那也有人說是 可能一個外太空這樣一路地球 老實講 我是比較不喜歡 像你這個想法 那 這也是一個非常好的 寫 讀書報告的題目 那 各位覺得怎麼樣呢 哦 那 或者有人要提出來 那個 可能是怎麼樣 是上帝以七天的時間創造的 也可以 哦 那麼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啊 各位可以寫出 米勁的想法 哦 那麼 那個 啊 講到上帝創造地球七天這件事情 哦 那麼 啊 自從 發 就是 這些什麼 以上這些實驗啊 還有分子生物學 開始那個 啊 遺傳地 我們等一下馬上要講的 遺傳開始 清楚了啊 DNA開始清楚之後 這很重要的故事 也就是我們馬上要跟大家講的 把這五十年來的這個 遺傳工程啊 哦 這些DNA 那個故事寫成一本書 它的名字就叫做 創造地大天 哦 那 剛好那個 天 這一本書已經出了幾十年了 但是天下到今年才 翻成 翻成中文 哦 那各位假如想要去看 這五十年來 遺傳工程在幹什麼 生物學家在幹什麼 遺傳學家在幹什麼 不 不會影響你 啊 可以去看 因為它算是蠻 蠻蠻蠻蠻淺的 哦 那麼 非常好的那個 課外讀 好 那麼 對於這些 對這幾個問題 都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 我們下面沒有那個 keyword 因為這些 keyword 差不多 我後來發現 差不多是認證的 所以就不停幫你列的 keyword 客人 都不停幫你 población 孩舊 總是 你 坐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